海特,我本来要去卫福部的网站 查一下红豆面包的热量 却不小心看到卫福部说 106年国人十大死亡原因里面 有七种疾病跟肥胖有关系 那不就在说明 我们该为自己的寿命负减责任吗 看了那则讯息以后 我就不敢查红豆面包的热量了 想说,干脆不要吃,还查什么查 不过,我倒是对这些疾病有了兴趣 不如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为何肥胖会造成这些疾病呢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 卫福部统计的106年 国人的十大死亡原因分别有哪些 第一名是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 第二名是心脏疾病 第三名是肺炎 第四名是脑血管疾病 第五名是糖尿病 第六名是事故伤害 第七名是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第八名是高血压性疾病 第九名是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病 第十名是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这几年也没什么变化 除了新冠肺炎 在111年飙升到第三位 逼退的肝硬化 退出十名以外 而七种跟肥胖有关系的疾病 分别是第一名的癌症 第二名的心脏疾病 第四名的脑血管疾病 第五名的糖尿病 第八名的高血压性疾病 第九名的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病 第十名的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新冠肺炎还不是会因为肥胖而增加重症的距离 我记得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包里斯 因为体重超重 得了新冠肺炎重症 痊愈之后就大举呼吁 他的国民要认真减肥呢 所以肥胖真的是健康杀手 那么在这么多的疾病里面 我们就先来谈谈大家最关心的糖尿病好了 好啊 糖尿病真的很可怕 想到它种种恐怖的副作用 像什么节肢啦 瞎眼啦 我就突然对红豆面包打胃口 那很好啊 也许我们今天好好聊一聊 就真的能够让你借了红豆面包呢 要了解糖尿病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糖尿病的关键营养素葡萄糖 在体内的代谢情况 这个我知道 我来说 当我们吃进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糖类 这些不管是多糖的淀粉类食物 还是双糖等等的食物 最后多半都会经由各种消化酶 消化成以葡萄糖为主的单糖 也就是失望在血液中的血糖 血糖会经由血液运送到各个细胞 但是血糖是一种相对较大的分子 无法进行自由扩散 通过细胞膜 所以当血糖浓度升高时 就会刺激胰臟的β细胞 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此时就像一把锁一样 会与目标细胞的胰岛素受体结合 这胰岛素受体就像是钥匙孔 当钥匙和钥匙孔配对成功 就会发送一连串的信息 通知葡萄糖载体蛋白 来迎接葡萄糖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质 这个过程被称为葡萄糖摄取 是细胞摄取葡萄糖的方式 所以啊 胰岛素这把钥匙和胰岛素受体这个钥匙孔 是葡萄糖能不能顺利进入细胞 提供细胞能量所需的关键 当钥匙缺失或不够 或钥匙孔对钥匙的敏感性不足 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因为无法进入细胞中 而堆积在血液里 造成血糖浓度太高 也就是说胰胀的β细胞无法分泌 或分泌足够的胰岛素 或是人体对胰岛素失去敏感性 造成血糖无法进入细胞 就会导致血液中的糖分过高 伤害人体的器官和组织 形成糖尿病 如果是胰胀的β细胞 因为自体免疫或病毒侵害的问题 遭到破坏 造成先天或后天的胰岛素缺乏 就是第一型糖尿病 占总糖尿病患素不到5% 而我们所关心的第二型糖尿病 大多数由肥胖所造成 占总糖尿病患素超过9成 除了年纪较大的长辈 可能因为胰胀退化 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以外 其余大多是因为对胰岛素失去敏感性 所造成的胰岛素阻抗 所以第二型糖尿病最主要的原因 是胰岛素阻抗 对不对 那又为什么会发生胰岛素阻抗呢 胰岛素阻抗是人体对胰岛素敏感降低 所引起的 会发生这种情况除了先天基因 例如胰岛素受体的敏感性不足以外 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肥胖 过度肥胖的脂肪组织会释放一些物质 如脂肪酸和细胞基素 这些物质可以干扰胰岛素的作用 导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 比如说脂肪酸会抑制胰岛素受体的活性 或是干扰胰岛素讯号通道 这会导致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 以至于增加对胰岛素的需求 而过度肥大的脂肪组织 还会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 这也会干扰胰岛素讯号通道 进而降低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其次是缺乏运动 也会造成胰岛素阻抗 一般来讲 葡萄糖会储存在肌肉里面 以供应人体高强度运动及日常活动所需 当我们缺乏运动时 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减少 自然就会导致身为药食的胰岛素减少分泌 久而久之药食少用 就会降低它打开门锁的敏感性 所以经常运动有助于增加肌肉对葡萄糖的吸收 进而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另外高糖饮食也可能会导致胰岛素阻抗 过量的糖分摄入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胰岛素过度分泌会导致胰岛素受体过度被激活 从而导致脱敏现象 就好像钥匙孔被插坏一样 锁头变得很难开 也就是胰岛素受体失去对胰岛素该有的敏感性 进而形成胰岛素阻抗 而太多的胰岛素分泌 也会导致细胞内的胰岛素讯号通道受损 让细胞对胰岛素失去反应 最后就是年龄咯 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能会慢慢下降哦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我们是不是胰岛素阻抗的呢 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 所以胰岛素阻抗通常需要靠臭血检查 才有办法确定 当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几种情况 就该把胰岛素阻抗列入健康检查的项目中 请医师帮我们检查胰岛素阻抗的指数 所以你不运动我偶尔肥胖 我们下次健康检查的时候 也该把胰岛素是否阻抗 列入检查项目咯 那是当然的咯 而关于所谓的糖尿病 根据卫福部队糖尿病的定义 医院会透过几种方式来诊断 我们是不是得到糖尿病 首先是糖化血色素 所谓糖化血色素就是血色素与葡萄糖 结合后形成的化合物 血色素就是血红素 血色素是一种红血球运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蛋白质 而葡萄糖会附着在血色素上 直到红血球死亡为止 被葡萄糖附着的血色素称为糖化血色素 血糖越高附着在血色素上的糖分也就越多 所以糖化血色素也可以叫血糖平均值 可以反映凑血前三到四个月血糖情形 因为红血球的寿命就是四个月 如果两次检验结果 我们协议中的糖化血色素 为一般血色素的6.5%或是6.5%以上 在没有怀孕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能会被医师判定为罹患糖尿病 另外如果我们空腹8小时抽血 每100cc的血液中含有126克的血糖 或以上检验两次 结果相同也会被判为糖尿病 再来是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一般人在口服葡萄糖后 血中的血糖会在30-60分钟之间达到高峰 峰值会低于每100cc血液中含有200毫克的葡萄糖 但是如果我们口服葡萄糖后到第二个小时 血糖浓度还大于或等于每100cc血液中 含有200毫克的葡萄糖 检验两次都结果相同 医生就可能会判定我们为糖尿病 最后如果我们有吃多喝多又尿多的情况下 还伴随体重减轻 随机血糖又高于或等于每100cc的血液中 含有200毫克的葡萄糖 检验两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们也有可能被判定为糖尿病 总而言之 如果我们不注重饮食 不多多运动来控制体重 稍不注意 就会从胰岛素主抗的道路 直抵糖尿病的困局当中 需要就医服料进行治疗啦 既然你说肥胖和不运动 还有不健康的饮食 是胰岛素主抗 甚至糖尿病的部分成因 那么如果真的得了糖尿病 还有办法利用减重逆转健康吗 有办法哦 一篇2021年 由纽西兰和英国建桥大学等多个研究单位联手的研究团队 针对成人第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否能够透过体重管理来缓解糖尿病的会诊分析研究就指出 透过维持体重减轻10公斤以上的干预措施 70-80%的第二型糖尿病患 可以在两年内恢复非糖尿病状态 所以研究证实糖尿病是可以缓解的哦 只要立刻改变生活形态 好好运动 好好控制饮食 善待我们的身体 脱离糖尿病是指日可待的呢 那这么说起来 我就只好忍痛彻底抛弃红豆面包 绝不回头 连庆祝也不去找他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